那么在Skana里面 它的这个循环 线套循环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般来讲是for里面再套一个for 但是Skana的写法 比较的简洁 它可以直接把内层循环的 那个关键的一句话 直接提到同一行写 也就是这样写的 I1-3循环 结1-3循环 你看这一方 它是直接把它提到上面写的 但是这个有点麻烦 这里我研究了一下 这么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 如果这里面有换业务逻辑 不是特别的好写 待会我们看案例的时候 你看这还得改进一下 那么还是老规矩 我们看上面这个代码等价于什么写法 来走一个案例 它等价于这种写法 I走1-3 好 答起心声 同学们 走 知识点听起来就是有点无聊 但是呢 必须得讲 好 1 它等价于这种写法 1-3 走 好 同学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呢 是等价于这种写法的 它等价于这种写法 等价于这种写法 你看 这个地方呢 就是println 然后是i 对吧 i等于 我就简写一下 加 结 加 你看 就这意思 也就是说 你把这句话 可以提到 同一行程去 那么这也是它的 嵌套循环 但是这种写法 你会发现呢 在我们试开了 原代码里面呢 这种写法 有时候也会 直接写成这个格式 因为你一旦里面要有含有 你要在内存循环 带业务逻辑 你这个就不好控制了 所以说呢 最后还得写成这种写式的 还得写成这种传统形式 只是它支持这种语法 大家必须看得懂 好 我给同学们演示一下 线套循环 注意听 给大家再写一个文件叫 这个 mult 这个 就简写吧 那个什么 负循环 多重循环 写个字 好 同学们看案例 跑过来 我们现在看这个输出什么 同学们 这个呢 我这输出了I 还输出了结 同学们可以猜得出来 应该一共输出几句话 我找一个同学说一下 输出几句 几句话呀 几句 输出几句 是不是应该输出九句 因为你想嘛 外面有三个 里面有三个 所以它应该输出九句 九句 那肯定是 一 先I是一 然后呢 一 完了过去 一二三 I又是二 又对这个结 一二三 I等于三的时候 又对结 一二三 所以说这个大家应该一目了然 能够看出来 看效果 的确是如此 看 一二三 一二三 你看这一方 三这边呢 又对应一个 一二三 没问题 这种写法呢 也等价于这种写法 注意听 上面的写法 也可以写成 可以写成 这样的形式 或循环 我为了以示区别 同学们 我把这个打印一下 然后呢 我快速的给大家拿过来 用一用 我就不 不再重新来整了 我就直接用 把这个拿过来 剪掉 我把这一段话 给它拿掉 然后呢 负循环 走到这里 然后 给它包起来 这两种写法 是等价的 我们执行一下 好 我们来执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效果完全相同 效果完全相同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 负循环的 嵌套循环的 这个基本的说明 好 我们把这个呢 也给大家 版书一下 版书一下 非常简单 来 嵌套循环的 基本语法 嵌套循环的 基本语法 来 走一个 这是标题三 基本案例 在这儿 有了 对基本案例的 说明 有了 对吧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代码演示 代码演示 代码演示 给同学们 也版书到 笔记中去 好的 我把这个代码呢 给同学们 运行到这里 好 给大家跑一下 好 这个呢 我们叫做嵌套循环的语句 接下来 谢谢